2024年2月26日注定成为果敢地区历史上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果敢特区发布了 关于要求拆除违规牌匾的通知 通知的第三条规定 立即拆除在公路两侧宣传赌博与还有色情裸露画面的广告牌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强烈的具有指向意义的信号 表明果敢特区政府或将禁止赌博 色情两个摇钱树产业 而就在近期 果敢特区政府对果敢老街市内街道大改造 著名的红灯区一条街银封路被夷为平地 洞见历史人物 品息世间百态 欢迎订阅爱观历史 果敢特区政府能够大刀阔斧的这样做 还真是令人敬佩的 对果敢地区来说也意义重大 大家都比较清楚 无论从公众的视角 还是从政府监管的视角来看 博彩业和色情业这两个产业一般来说属于灰色产业 并不全是黑色产业 为什么说这两个行业属于灰色产业呢 是因为世界上有一部分国家或地区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 并结合自身历史文化传统 是允许这两个产业存在的 或者这么说 在有些国家或地区这两个产业 是可以正大光明的领营业执照的 算是白色产业 相比之下 电信诈骗行业和毒品行业是世界公认的 反人类的 违反人性的产业 任何正义的合法的政府 都不允许诈骗和毒品两个行业的存在 都会对这两个行业进行大力度的监管 世界上所有的正义的政府 对这两个行业几乎都是零容忍的 对于博彩业和色情业 很多国家或地区的政府 是有一定的容忍度的 国感特区政府发文的相关要求 2024年2月26日 国感特区政府发布的通知 原本是针对拆除 伟国感自治区时代 留下的不合时宜的相关 就标识牌匾的 其中还包括了 白索成等相关四大家族犯罪 同目境线的牌匾 但是发文的第三条 却明确写着要求立即拆除 在公路两侧宣传赌博 与还有色情裸露画面的广告牌 这还是特区政府 首次关于这两个行业 有着指向性要求 大家还记得 国感同盟军开展 1027军事行动的口号是什么吗 就是铲除电炸 消除毒品解救同胞 从这里可以看出 国感同盟军对电炸和毒品 两个行业是零容忍的 但是并没有提及 其他灰色产业 而长期以来 在国感同盟军 或者特区政府的文件规定里面 也基本上没有涉及 赌博和色情两个灰色产业 因此 今天我们是首次看到 特区政府对这两个灰色产业 提出明确指向性要求 结合近期国感特区的实际行动 我们认为 国感特区政府 或将禁止赌博 色情两个摇钱树产业 大家想 如果国感特区政府 未来有意向 将这两个行业 当成合法产业发展 那么就一定会对 这两个产业 有一定的容忍度 对于宣传赌博 和有色情裸露画面的广告 也会有一定容忍度的 三 国感特区政府这么发文 体现了国感特区政府 下决心想让国感完全脱离黑灰产业 大家都比较清楚 国感地区经济发展相对 还是比较落后的 能够成为 支柱产业的可选范围 是比较少的 在上个世纪 80年代及以前 国感地区 曾经推广 种植因素产业 来推动经济发展 彭嘉生老先生 自1989年 开始带领 国感地区发展之后 他对毒品的危害 有了很深的认知 他说 如果毒品不从这块土地上消失 那么国感就会再次灭亡 随后彭嘉生老先生 便开始大刀阔斧地 推行毒品的四禁政策 禁重 禁制 禁饭 禁锡 今天来看 直到现在四禁仍不过时 2005年后 国感地区已经实现 全面禁止种植因素 为此 彭嘉生老先生 获得了国内外的一致赞誉 与此同时 中国也帮助国感地区 实现了对因素的 替代种植 于是甘蔗 玉米 水稻 橡胶 水果等经济作物 开始在国感进行推广 然而 在2009年88事件以后 白锁城为首的四大家族 开始统治国感地区 国感地区的黑灰产业 开始死灰复燃 在四大家族的统治之下 国感地区 竟然成了犯罪的天堂 成了电信网络诈骗窝点的聚集地 成了毒品制造加工基地 除此之外 国感四大家族统治下的 国感自治区 还开放了赌博等灰色产业 当然 四大家族从这些黑灰产业当中 赚得盆满钵满 同时也被利益冲昏了头脑 走向了不归之路 回头我们再看国感地区 现在国感同盟军 已经实现了 对国感地区 和历史辖区等区域的全面光复 国感一经光复 特区政府就马不停蹄 动员同盟军力量 开展大清查 大整治 行动 对电炸和毒品两个行业 进行全面的彻底的倾角 今天我们欣喜的看到 国感特区政府 或将禁止赌博 色情两个摇钱树产业 可谓眼前一亮 可以看得出 特区政府的决心之大 看得出特区政府 一定想让国感地区 在阳光下发展 在光明中进步 宁可自断财路 砍掉这两个黑灰产业 所谓摇钱树 有这样的勇气 我们十分钦佩 国感地区展现新面貌 换上了崭新的标语 国感同盟军 同盟军治理下的新国感地区 展示了完全不一样的一面 看看写的什么内容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全军官兵 务必认真履行 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也很有特点 为什么国感地区的新风貌 如此引人注目 不就是这些标语和行为 像极了某个东方大国 这是完全摒弃了 之前的治理理念 而是采取了新理念 国感同盟军 在过去几十年 两次被赶出国感 三次重新夺回国感 其中多少艰难困苦 现在已经不再赘述 现在的国感同盟军 已经彻底的吸取了经验和教训 准备跟北方大国彻底融合 背靠北方大国 自己发展经济 安居乐业 在当前情况下 国感同盟军 要想一直守住自己的地盘 就必须完全配合北方大国 彻底铲除电炸 铲除黄堵毒 实现整个国感地区的新风貌 国感四大家族 就是缺乏敬畏之心 什么犯法干什么 什么害人做什么 简直无法无天 所以国感四大家族 被彻底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一臭万年 国感同盟军要彻底改变 不要再学习四大家族 一定要宁愿守住清贫 也不要做危害北方大国人民的勾当 只要背靠北方大国 完全不会让你们过得太艰难 一定会帮助国感地区 实现国感地区的彻底繁荣 米昂来不甘失败 这项政策的根本原因 是缅甸军队 在之前与国感同盟军的交战中 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原本号称拥有三十多万大军的缅甸陆军 如今能够实际作战的士兵 已经所剩无几 有评论认为 缅甸一个营的实际人数 往往只有80-200人 大大低于官方数据 在数月的交战后 可用兵力严重不足 也鼓舞了缅甸国内其他地区的武装力量 为了遏制住这些军事威胁的进一步蔓延 缅甸政府不得不扩大征兵范围 维持军力优势 缅甸各地局势动荡 缅甸国内的局势也在急剧恶化 各地的武装势力都在缅军虚弱之际展开行动 比如三兄弟同盟中的若开军 最近就完全控制了若开帮的重镇百利瓦 民盟的保卫军也占领了石阶省的凯林镇 青帮 克伦邦等地的少数民族武装也趁机起势 这些势力加起来的规模不亚于正规军 严重威胁缅甸政府的统治 凯林镇就有消息说 缅军已经调动包括一个装甲营在内的部队准备反攻 但战果如何还不得而知 面对这个局面 以维持对全国的控制 缅甸青年选择闪婚逃避兵役 这项政策一经宣布 就引起缅甸青年强烈不满 他们担心被迫参军会直接上战场送死 于是闪婚成了许多青年逃避兵役的选择 根据规定 已婚女性可以免服兵役 因此 许多情侣选择立即闪婚 还有消息说 不少女生主动找男生要求闪婚 以躲避兵役 男性也纷纷出家当和尚 因为和尚也免服兵役 寺庙里新来的和尚数量巨增 但评论认为 有可能是为逃避兵役而来 无论男女 青年人普遍对这项政策表示强烈不满 他们认为自己的人生规划被打乱 前途难料 这也导致缅甸社会出现一股强烈的抵触情绪 女性的故事 这也有可能是超过最高的 什么人 想